哈啰,各位大家好,草莓牛です 今天要帶來的介紹是有關演習場的一個變化 教你如何認識演習場 以及怎麼去準備演習場的一些美美咖咖 好,我們話不說說,直接來看一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首先我們要先簡單認識一下演習場的buff有哪些 那簡單來說,演習場的buff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最終耐久度 最終耐久度怎麼算?就是你傳體本身的數值 白字部分加上你裝備的一個數值 最後乘上一個耐久係數就是會有最終耐久 那什麼叫做耐久係數呢?就是100級的時候有2.1 120級是2.34 也就是假設你的船,裝備加船體本身是8000血的話 100級的8000血乘以2就是有16000 基本上耐久是兩倍以上在做計算 那這個耐久度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在有些回復技能上面 其實也是會直接用最終耐久來做一個回復的動作 所以在回血上面這個最終耐久 其實也是技能上面需要考量的一個部分 好,那接下來另外的地方就是 只有進攻方才有的進攻方buff 進攻buff就是我方的角色被對方打 會降低20%的傷害 所以對方怎麼樣打我?就是有減傷20% 這顧名思義就是兩邊的陣容、裝備、角色等級都一樣的話 你是進攻方,你絕對有優勢可以打贏他 因為我減傷20% 所以進攻方永遠都有優勢 所以你只要不要差距太大 基本上進攻方贏的幾率都很高 所以不要怕說打不贏 只是說你有沒有對陣下搖而已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演習的歷史 那我這邊是以日服演習的變化來帶你去了解說 怎麼樣的演習隊伍需要用怎樣的方式去克制 因為演習隊伍其實有很多種變化 很難說用一艘一艘的船去介紹 那我倒不如說整個歷史回顧一輪 這樣你可能就知道說 大概遇到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陣容 你可能需要用什麼樣子的一個陣容去應對 這樣你會比較好瞭解 好,首先第一個階段 新手初級我們一開始玩的時候 都是只有傳統皇家隊 因為傳統皇家隊是最好被建立的 所以傳統皇家隊很好建立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QE 它有皇家的一個核心 所以皇家核心 基本上就是靠他 再來就是胡德跟驗戰 它這兩個是打一個對角集火的概念 用勾股定理 就是對方瞄準你需要快速集成的角色 大量的使他快速死亡 那我們多打掃 這樣可能我們勝率比較高 接下來就是皇家的前排 皇家家其實有很多種選擇 基本上前面都是選耐久或是生存率比較高的 尤其是背法 然後黑寶後排的命運改 還有一個小天鵝改 這其實他們這幾個生存率都不錯 那還有一個就是 雖然說他不是皇家 那他這個舉高高 其實他的技能有保護前排無敵10秒的一個功能 其實在前面也算是非常具有功效的一個角色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珠諾 珠諾比較奇特 他的死亡之後 他會回復我方角色25%的血量 所以我剛剛講的耐久度會影響到他回復的血量 所以他死亡外帶回復全體25% 這個血量補起來其實很驚人 也之所以到現在很多人還會用珠諾在演習場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存在 好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部分 進階版的就是當你的刺繩加賀突滿之後 你的裝備、飛機、抑壓什麼的 其實也都強化到一個極限 然後技能也都點滿 這時候的吃喝壺有非常可怕的進攻能力 因為他的這兩隻都有先手的一個技能 15秒就可以起飛 所以可以很快的轟炸你的前排 那壺德也有彈幕 還有他彈幕發出來有加增加裝填的優勢 所以他們後排的整個輸出的時間會非常的快 會很快的掃除敵方的一輪 在進攻上面非常的有優勢 那除了吃喝壺之外 其實吃喝器葉 其實在你有足夠的裝備情況之下 都是非常的強勢 因為先手嘛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誰先死誰就沒輸出 所以吃喝在後面的演習場 有蠻大的發揮 那前排基本上都是放一些比較坦型的 生存力比較高的一些角色 好 那有了吃喝壺之後呢 經過了一個世代交替 一個活動 也就是美國活動 出了一個華盛頓 還有這個演習場兌換的角色 南胖 這兩個美國的戰艦 他們在對空上面有非常高的對空值 所以導致於說 航空的傷害對後排其實沒辦法造成太大的傷害 那這種華南虎的角色也是一樣配合 胡德的彈幕 然後華盛頓也有彈幕 還有增加跟這個南胖的之間的一個聯繫 可以保他不死 然後南胖也可以保後排 其實這後排非常的硬 那前排就是基本上都是屬於走對空的角色 克里弗蘭然後胡德的拉煙 可以有效減少空襲傷害 因為他剛好15秒拉煙 那吃喝剛好是15秒起飛 剛好會撞到拉煙 所以在對抗吃喝這個環節上 起到非常重大的一個功效 那克爹對空跟海倫娜的20秒增傷 可以有效在這個主砲發射的 可能有機會觸發 那如果你不用海倫娜 你可能也可以用 比較坦的這個波特改 或是使用祖諾 我想大部分都會使用祖諾 那基本上我自己是不會 使用這種死亡的模式 好前面講了基本上就是吃喝湖 跟華南湖之間的一個競爭 那後來有一個活動 就是事前建造 出來了一個強大的毒流船 這艘船叫做歐洛拉 歐洛拉有什麼功能 它的技能上面 它只要是它存在在場上的期間 所有的輕群驅逐回避率都會下降20% 回避率是綠 回避值只是在計算中拿出來計算的一個值 值經過很多的公司計算 得到了一個回避率 這回避率其實通常大概也才20-30%的一個回避率 它一個出場直接降你20% 所以任何前排船 只要是輕巡或是驅逐 對上這個歐洛拉 就是完全是被殺包壓著打 因為它們完全沒有回避的可能性 所以以前你可能用的小天鵝 你用的任何有生存能力的前排驅逐 或是前排輕巡 基本上遇到歐洛拉 就跟紙片一樣 非常的單薄 那有歐洛拉的情況下 配合吃喝其實很快就可以少 少掉前排 那前排再搭配就看之前你有些什麼樣的角色 珠諾、貝法這些其實都還不錯 那企業也是看說你要不要更換成為胡德 這樣去做搭配 所以歐洛拉在這一個演習的期間 就變成說你有歐洛拉跟沒有歐洛拉的組合 有歐洛拉其實在進攻方前排根本完全沒有壓力 那沒有歐洛拉的人 就只能被歐洛拉壓著打 那有一段時間確實在演習場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後來出現了一個長門 叢鷹的大神 叢鷹 叢鷹可以整合整個叢鷹的裝填火力 還有航空傷害 所以這時候的吃喝長又再次被拿出來了 吃喝長有長門的buff之後 傷害又更往上一階跳 然後加上我們之前的歐洛拉 還有後面10張可以打撈的神通還有穿內 穿內還有一個技能叫做照明彈 10秒的時候他固定一定會放出一個照明彈 那範圍內所有的敵人也會被下降回避 所以這跟歐洛拉一起搭配配合15秒的吃喝 基本上前排沒有生存的可能性 在這個時期沒有任何人可以生存 加上長門也有大氣級的彈幕 這大氣級打出去 基本上你可以宣告你已經死亡了 那吃喝長這個陣容主要是後排輸出 那前面的角色其實也可以更換很多 有雪風有林波 基本上都是靠歐洛拉的霸著 前排可以馬上的應聲倒地 然後變成6打3打後排的局面 所以霸山了很久的這個位置 那吃喝長霸山了一段時間之後 一樣有飛機那就要找出我們的美國隊 美國隊又是華南體系 華南體系本來在防空的優勢上就不錯 後來出現了一個艾塞克斯 這個角色級在防空的表現上 還有在進攻方的表現上都不錯 因為他還有進水 進水這個debuff跟點燃是一樣的 他是固定有跳傷害的 所以他的傷害比起這個大一 要靠運氣來說 其實他是固定一定會發動進水的傷害 那後來3d5也發現改造之後 3d5的整體對空也起來了 那包含了前面講的吃喝克星 背法的拉煙 還有科研船的崛起 基本上這一套系列 已經可以跟吃喝長做抗衡了 所以後面的科研進駐 3d5的改造 還有艾塞克斯的這個這個建造 其實有很明顯是針對吃喝長這個陣容去做打壓的 後來下一個版本 另外一個全新的毒瘤又出現了 這毒瘤是誰 天成 天成這個毒瘤非常的可怕 他擁有彈幕 擁有降低對方的任何的傷害 火力跟航空雷擊全部都會降低 在演習場非常可怕 再來呢 他也有保後排回避的一個可能性 他會增加後排的回避力 那對方大砲打過來 其實有明顯的上升 對於後排其實有蠻不錯的一個保護力 所以 他非常的可怕 那配合重影體系 配合長門 還有加上一個飛龍改 飛龍改 前面就已經有不死 那不死之後 15秒不死 還會額外再觸發飛機彈幕 然後他本來 在每隔幾秒鐘 每隔10幾秒就會發一個飛機彈幕 那個飛機彈幕 其實都會有造成神風傷害的可能性 所以這變成說 長門可以Buff飛機 他又可以不死 不死之後 這個天成也可以提供很不錯的保護能力 可以保護後排 也可以降低對方的打擊能力 所以這個組合非常的硬 而且很難打 你打得越快 反而越 你被反擊的也越快 因為飛龍不死之後 他會召喚出他的一個 那個艦載機出來攻擊你 所以非常可怕 加上重影體系 可以給伊吹做發揮 開場兩波的雷擊 然後背法的拉煙坦度 你可以防止對方的航空傷害 再來雪風也提供了很強力的坦度 還有保牌的能力 基本上火到最後 前排比較多都是雪風活到最後 所以天龍門這個體系 也是稱霸了好一陣子 那底下其實也可以換一些租路 或是比較坦的其他的阻力 那因為這邊可以滿足重影的條件 所以基本上用重影的陣容會是比較好的 那天龍門之後 然後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個叫做艷戰改 艷戰改出來之後 其實又可以回復到 以前跟胡德的一個打對角的心態 那也是一樣配合這個天成 降對方的能力 所以這兩邊其實互相都有人在做使用 那只是說防守端用天龍門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防守因為他有15秒的不死 所以非常的脫台前 那進攻方基本上這個軍艷天 現在如果不是要打天龍門的話 基本上要打什麼對手都還OK 也是一樣可以利用 君主就是進階版的胡德 跨射跟我們艷戰的神射手 他也有強化 可以第一發打出很高量的傷害 盡早瞄解決掉敵方的後排主要輸出來源 所以這個軍艷天其實也是很適合去打你想要針對的角色 那如果軍艷天要打天龍門的話 其實都蠻看運氣的 因為軍艷天主要要打的角色 第一個要解決的角色就是對方的這個天成 你的對角擺好 瞄準天成 盡快能把天成解決掉的話 對軍艷天的優勢會越大 那如果很難解決的話 因為後排其實很會迴避 然後傷害其實也不太會出來 所以大概一輪兩輪 如果彈幕沒有出來解決掉對方的天成的話 其實很難收拾 那前排基本上大家都會用一樣 那也是如果敵方有珠諾 基本上我方也要加珠諾 因為敵方會加這個珠諾的回血 他一回血我沒有回血 那我們之間的血量差距就差了 那我們前面打的傷害都是做白弓 其實也不用期待說 前排能造成多少的傷害 那主要是他的回血能力 遠大於他的進攻能力 所以很多人後面都是擺珠諾這個陣容 來做一個回復的效果 那最後最後就是科研二級的彩穿完全體 那這個陣容其實很少人擁有 就截至目前這個錄影的階段 很少人有完全體 那大概可能再過個半年 完全體出來之後 可能就比較多人去使用這個彩穿完全體 尤其是大地 大地在耐久度上已經破萬了 剛剛說了破萬之後 還可以再擁有兩倍以上的血量 所以有兩萬多的血量在後排非常的硬 然後他基本的輸出還有他的彈幕其實都很痛 那前排也有個很坦的超巡無奇 他坦度真的跟其他的前排不能同日而餘 非常的坦 然後也有一定的輸出 那配合天城、驗戰改或君主這些 可以組成另外一套的獎勵的後排輸出跟debuff 那前排也是看說到時候會用到這樣的形式 你是要扛雷擊的 也是要扛對空的 其實都可以去做選擇 好啦 下面介紹這麼多 一度看下來大概知道演習場上面的霸者 或者是毒瘤有哪些人了吧 沒錯 就是我們的珠諾、歐羅拉還有天城 珠諾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活躍在演習場上 因為他的死亡回血帶來的生存力非常的有效益 因為耐久兩倍嘛 所以他回血量很大 那表示我說我們打的傷害會被他回起來 如果我方的傷害 打不贏他回的血量以上的話 其實珠諾的效益就是非常的有效 那另外一個歐羅拉的部分也是因為他可以把 對方的驅逐還有清巡當作殺暴再打 那也可以利用歐羅拉這一點去打珠諾 那我們可以用開場的雷暴隊 就是像神通、伊吹這種有開場魚雷非常強勁的前排 去對他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他們對方還不來得及受到主要傷害之前 就先把他給集成 造成他的血補血效果 補在幾乎是滿血的狀態下 等於說就是易補沒有任何的效益 所以歐羅拉其實是有效去克制珠諾這一點 不過前提是尼亞有能夠有這麼高殺傷力的雷暴隊 那再來就是天成 天成沒話可說 三個技能 三個技能其實在演習場上就是很好用 不只是演習場 連在一般推圖上面都非常的好用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些簡單的核心設備吧 那首先航母部分 航母就很簡單就是液壓跟燃料 燃料可以增加我們的艦載機的耐久 還有飛行速度 快速的觸底 然後大量的血量 造成更大量的神風傷害 那戰艦戰巡的部分主要就是命中 因為雷達提供命中還有迴避 那對於後排的生存還有命中非常的有效 甚至有人更誇張會帶小海鯉或是尤牙朵 增加迴避率增加生存 那如果你是想要進攻快一點的話 或許有這個金色的火控或是白蛋 反正首選就是命中 因為你打同級的敵人 基本上就是看命中 沒有等級壓制的問題 好那接下來 眾群的部分其實他們也是缺乏命中 那也是給他一個迴避 因為中甲其實也怕魚雷 所以擋雷板在這個眾群身上也是蠻常見的 那航速過慢也是可以使用一個小海鯉 那輕巡的部分可以提供他一個航速的部分 或是迴避或是帶一個燈珠眼淚 其實基本上輕巡是輕甲 所以對魚雷的傷害還可以稍微抵抗 那如果你面對對方是雷爆隊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考慮上一個擋雷板 那在驅逐的部分 驅逐其實血量很低 他其實最怕被點燃 所以滅火器是必備的 那如果你遇到吃喝長 有先手空襲的情況下 其實帶一個對空雷打也是不錯的 除了金的話還有紫色的 也是可以選擇 那如果其他只是前方主炮的隊伍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帶一個鍋爐來增加航速 讓你增加前排的閃避航速的話 其實可以減少有效的命動機會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跟你簡單介紹一下這個 演習的一個歷史演化 然後一些裝備的推薦 如果你有更不一樣的想法的話 那歡迎你在下面提出來 那或者其實演習就是很多種陣容 很多種組合 其實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只是說 可以提供你有比較好的勝率 去打一些測輸隊伍 當然啦 每個人都簡單打的話 就不用那麼麻煩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我是草莓溜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